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远方七号测量团 首次单团执行任务 投与八截风暴 显向别生 在这个恶劣的海报上会出现一些影响不高的问题 一锅未平 一锅再起 突击抢救 风无尽城 他们能否化险为夷 完成使命 系列节目我奋斗 我幸 特殊任务即将为您讲述 传交三号 发现目标 传交三号 跟踪正常 遥色信号 正常 起飞 传交五号 发现目标 远方 起飞 起飞 长江七号 发现目标 向世界各国人民四号 在每一次航天发射任务中 也许你曾听到过长江一号 长江二号这样的呼号 但很少有人知道 这个声音来自于茫茫大洋中的一艘艘航天测量船 上世纪六十年代 为解决远程运载火箭航程远 飞行时间长 本土侧共站无法跟踪测量的问题 国家决定建造属于自己的远洋航天测量船 代号718工程 1980年5月18日 第一代远洋航天测量船远往一号 二号首次使劲茫茫大洋 完成了我国第一枚命载火箭发射的测量任务 而这一天 也正式宣告了我国远洋测量时代的到来 时光荏苒 我国远洋测量船 已经从远望一号发展到了今天的远望七号 不管是神舟飞天 还是嫦娥奔月 中国航天事业的每一部征程 都有远望号参与其中 今天远望七号再次启茫远航 开启远望船队的第146次真程 这也是我第四次跟随远望七号船出海 我叫顾铭 今年21岁 我是最新一代中国远洋航天测量船 远望七号船的第一任女舵手 虽然我曾有过三次出海经验 但这一次却倍感压力 我们要执行的是天舟一号的海上测空任务 天舟一号是我国自主研制的第一艘 世界核载量最大的货路飞船 作为海上唯一的侧空站 远望七号将在太平洋上 引导天舟一号进入预定轨道 向陆地指挥中心发回准确分宗数据 作为这次飞船发射的最低标准 我们只有按计划提前五天 抵达预定海域准备就绪 发射才能如期进行 此刻距离发射还有十天 但前方的一切都是未知 没想到船刚出长江口 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在任务海区 应该是一个强热带风暴 我到六五大 前方海域一个热带低压气旋 正在生成 极有可能发展成热带风暴 届时风力相达到八级 形成四米以上的巨浪 这对于首次单纯执行 海上任务的远望七号来说 将是一场巨大考验 在这个恶力的海况下会把我一些设备 就是震动啊 也可能进行松动啊 后来这个会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 所以我们还是尽量要避开这个恶力的海况的这个区域 但是呢 我们要尽快地要赶到海区去 风暴就在前方 但抵达任务海区的时间不能拖延 其实从得知将面临风暴那一刻起 船长的表情就非常凝重 他不仅要保障任务的顺利执行 也肩负着船船人员的安全 有着24年出海经验的老船长 比谁都清楚 八级以上风浪意味着什么 97年了 那天早晨我上去准备接班 然后大家很凝重 我就是感觉到有点不太对劲 几一小时以后呢 我们终于从九级一起 迅速增加到这个十一级 浪就像这个小山一样 把一个一个的给你撞过来 其实每一个航海人 最害怕的就是经历风暴 我也不例外 2016年 我们在执行长征五号首飞任务时 就经历了八级台风米雷的夹击 我没操作之前我就出海了 这也是属于我自己操作当中 遇到的最大的一次风浪 遭遇大风浪的情况下 船舶的摇摆还是比较剧烈的 但是它作为一个新船员 当时它在掌舵 在工作的岗位上就是意识不苟 最好没有受到我们这个台风的影响 那时远望七号船刚刚建成 我从远望五号船调到远望七号船 岗位也从气象观测员转为舵手 虽然对我来说是个全新的岗位 但也是一种挑战 之前的话连开车我都不会 我也没想过我会开船 然后到了这边的话要重新学 首先你就是要重新接触这个业务 就是你自己看书啊 学一些关于我们这个岗位上的一些专业知识 下了班以后 他自己经常自己主动留在架势里面 特别是遇到一些我们的老船员 在操作的时候 然后他就经常自己站在旁边看 有的时候经常也是自己 跟着下一班的同志再下一班 作为舵手 我的任务就是严格按照航向 根据驾驶员的指令 安全驾驶着船舶航行 但此时面对前方的风暴 我的内心又开始不安起来 不知前方的风浪 是否会对我们的行程造成阻碍 导致任务延期 我们还能圆满地完成任务吗 是千锤百炼的烈盘成长 是精益全精的完美绽放 是生死度外的责任担当 是永不延弃的逆风飞翔 新时代 我们迎着梦想阳光砥砺前行 在奋斗中书写人生绚丽滑张 我奋斗 我心疼记录我们新时代的追梦历程 这样我们看看我们那个二号包围点 到这个称量点 我们直接拉一个直线 面对险情 老船长缜密地制定了方案 最终决定绕过气旋 推迟一天进入预定海域 而这也就意味着 我们必须全速前进 经过24小时的加速横行后 我们成功躲过了风暴 但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4月12日下午 疾控时主机显示面板突然报警 而这也就意味着 远望七号城的心灶 出现了故障 和这个预定的这个任务时间 我们就不能满足 作为海上测控力量的新成员 远望七号船是由我国自主设计研制 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 最新一代航天远洋测量船 但2016年7月刚刚入列的它 还处于新船新设备的磨合初期 任何一次状况的出现 对于全船人员来说 都是巨大考验 这里是我们平常很少进入的地方 平均温度超过50摄氏度 噪音达80分贝以上 但轮机系统的同事们 每天都要一次次地巡查检测 确保设备正常运转 长期处在这种工作环境中的他们 其实每个人都有着 不同程度的职业病 我们部门如果工作时间长的话 职业病还是比较明显 有耳末内线 关节风湿 这种是常见病的 基本上工作个三五年的人都有 现在像我右耳一般 听这个声音听不太清楚 就是我们接电话 我一般都用左耳 右耳一般听不太清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次天舟一号的海上测控任务 我们远望七号 不仅需要同时跟踪火箭和飞船 还要首次采用变航向测量 这就意味着我们航海系统和测控系统 需要达到精密配合 这次的天舟一号飞行人物 测量的这个仰角就比较低 如果是船不动 它有可能会进入我船首盲区 或者进入我船尾盲区 这样的话我船目就必须在它进入我盲区之前 我要进行船目转向 保证它不进入我船首或者船尾的盲区 在天舟一号飞船发射的过程中 我们需要根据雷达转动频率 每一分钟改变18度航向 每一次的误差不能大于0.5度 这对于我来说也是个不小的考验 距离天舟一号发射 还有不到三天的时间 但误差值始终达不到标准 此时我开始怀疑自己 是不是真的能够胜任这次任务 我们一直在看那个中 我说怎么走得这么慢 因为你自己心里没有底气操作嘛 所以你就会觉得这个时间过得 其实还挺慢的 停得很准 下一把再 下一把再打满多 四十 三两八 三两八 三十秒 三三一 十秒 三三七 三三七 任务当前 我们没有丝毫退缩的余地 一次不达到标准 就十次 五十次 一百次 两八六 两八六 确保精准无误 我从九点三十三分 把下屏区阵A的网线拔了 你到现在没发现 已经二十分钟过去了 装大没坚持到 再进行处置 我们一般都是以严厉烈要求去演练 如果能源出问题了 也是必须经过严厉批评 如果港元上一直没发现 这个有隐藏的问题 这个对我们执行论物能够致命的 我设备有问题存在着 你都还没发现 万一论物的时候 我要用到这个设备了 作为海上唯一的测量站 他们需要迅速捕捉到目标 向飞船发出船舰分离 出轨确定 太阳翻板展开 以及状态设置等关键指令 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 都将影响到飞船发射的成败 而这容不得丝毫差错 经过这个长期的航行船舶震动 可能有一些设备上隐患 我们要进行检查一下 他把扳子把扳子掉上来了 这里没温度的话 应该有可以达到三十几度 而且不通风 特别闷热 然后外面就是一个铁锅 我们在这个铁锅的里面 我们任务就是 如果这一块断了 任务就完成不了 一遍遍演练 一次次考核 单调而枯燥 而测控系统的这些 理工科技术大男们 却总会苦中作乐 主要是跟天上的恒星 我正面看到就是反复的 从跟完一个观点 换另外一个观点 平时捕获目标 比如几个系统一起干 我们可以比看谁先发现 看谁先跟踪上 相当于是都可以一个 自己身体下比较一下 海上赏月 连坑都能看清 快满月了吧 在平常人眼里 大海总是充满诗情画意 而常年与大海相伴的 远望人 却要忍受 常人无法忍受的艰辛和痛苦 其实每次出海 最担心的就是怕家里出事 而我们却什么都不知道 还记得 我最长一次出海 是156天 也就在那次执行任务中 我没能见到外公的最后一面 其实已经办完了 然后才会告诉你 因为就没有打算跟你 讲这个话 其实这种情况 大家预料的都还挺多的 不是我一个人 老船长周云山 在海上工作了24年 他最大的遗憾 就是当年 没能见到自己孩子的出身 就出海执行任务了 上次有一个亲戚 生小孩 我这么赶过去 赶过去 一个小孩 睡了以后抱在手中 那么小 就想到我自己 这个女孩 就没见到这个情况 当时感觉到 也是比较遗憾的 我又没想到 就是一直 一直忍不住 要流泪一样 感觉到 我们测控系统组长 雷国舰的妻子 马上生二胎 可那时 他应该还在海上 执行任务 全家就省着 守着那个电视台 看完几个联播 就看你们的直播 第一胎的时候 已经没有好好陪他们 本来答应是第二胎 就是好好在家陪陪他们的 结果又失严了 一级测量部署 人员安部署就位 联播 有关 突然 冲牙 牙 放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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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好 点火 点火 有关 有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